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海策略是组织管理中的优秀策略 本次讲座主要结合佛光山教团与法深似教团管理中的典型案例 解析当代佛教组织蓝海策略的六条途径 跨越他者产业 跨越战略集团 跨越卖方念 跨越产品或服务范围 跨越针对卖方的功能与情感导向 跨越时间 在嘉宾与我们分享佛教寺院的蓝海策略管理文化之前 我们先请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建黄教授来介绍嘉宾 又听陈教授 好的 谢谢我们谢谢我们主持人一望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福江博士来担任我们的演讲嘉宾 也非常感谢我们现场的这些观众们来聆听这一场讲座 最主要谈的是佛光山教团跟法深士 泰国法深士教团 以他们为例子来谈这个佛教组织管理中的蓝海策略 那么李博士他是四川大学跟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 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他是现任福建四川大学 米台区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那么李博士他最主要研究的就是佛教管理 以及近代中国佛教的慈善事业研究 也有出版相关的专书 来自我们人间佛教与两岸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 那除此之外他留学德国的时候 还有一本海外留学水响 由四川大学出版 此外他我刚才讲到了他这个慈善事业的研究 佛教慈善事业的研究 以及组织管理的研究之外 他对于黄泊中 佛教的黄泊中也有相当的研究 那出版黄泊中文献三种教室 对于黄泊文化的推广不遗余力 那我们现在知道在企业界上有提出所谓的 南海策略 那南海当然就是相对于鸿海而言 那么鸿海代表就存在所有的产业已经已知的市场空间 那么南海代表的是可能还不存在的产业 或是说未知的未来的市场空间 那么这样的南海战略或是所谓的南海策略 怎么应用在佛教的组织管理里面 去重构他所谓市场的边界 打破现有的竞争局势 开创南海的这样的市场空间 那今天我们最主要就是看 佛光山教团跟巴森士教团 其实这两个教团 他们缔结这个兄弟室 那彼此有密切的往来 那么在这个演讲过程当中 李博士都会一一的给我们介绍 乃至于会介绍他们这两个教团 怎么样开创出一种新的洪华策略 展开这个在洪华的这个过程历程当中 有一种所谓的 我刚才所提到的那种南海的一种市场 这样一个市场 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们李博士 我们有请李博士 李博士出来了 好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陈教授的邀请 那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讲座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当代佛教组织 管理中的南海策略 然后是以福光山教团和华盛寺教团为例 那我们说到南海策略 实际上呢 它是一种管理思维模式 那大家现在看PPT上 这里有一本书 这个叫南海战略 南海战略这本书呢 那是在2005年出版的 那么它在被译成中文之前呢 它已经被防疫成24种语言 说明了这本书 它是非常的畅销 也就是说南海策略 或者说南海战略 这种思维方式已经被很多人所接受 那我们再来看这本书 被命名为南海战略 它最初是运用在企业管理当中 那么因为企业管理 我们有一句话叫三场而如战场 所以说它这有两种防疫方法 一种防疫成长海战略 如果运用在企业管理当中呢 我认为防疫成战略更合适一点 但是我们讲这个佛教教团组织 它是属于非引力性组织 那么对于非引力性组织而言呢 而我认为防疫成策略也许更合适一些 就是说战略策略实际上 实际上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这个观感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那么南海战略是由欧洲工商学院的 这个两个作者而共同提出来的 实际上它这种管理思维模式 在它提出来之前 我们讲无论是佛光上也好 无论是还是说这个法生士也好 实际上它们已经在实现这种策略 那么这本书它只是说 对于这种理念予以提炼 对于这样的一种理念 它既可以在企业管理中运用 我们也可以在这种佛教组织管理当中运用 那我们今天这次讲座呢 主要是结合这个博光上还有这个法生士 相关的案例来解析南海战略的六条路径 所谓六条路径在上面有显示 跨越他者产业 跨越战略集团 跨越买发链 跨越产品和服务范围 跨越针对卖方的功能与情感导向 以及跨越时间 我下面会具体的结合 实际的案例来讲解 这个六条路径的这个实施 看下一页 这个 这个 阳海策略要理解 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首先要理解红海 跟阳海的两个概念 我们讲最初它运用在企业管理当中 体验呢 它面对的市场通常被发分为 红海还有阳海 那红海它所代表的是 现今存在的所有产业 这个是我们已知的市场空间 而南海呢 是代表单级还不存在的产业 这就是未知的市场空间 那我们讲红海 红色的海洋 充满了这种血腥的竞争 那么如果要创造无人竞争的市场空间呢 那就必须开出南海 台湾天下远界文化事业群的创办人 高齐勋教授他认为 南海战略的精益 就是跳脱传统的红色血腥竞争 刺激企业或者说组织 去追求一个完全崭新的想象空间 与发展观象 那么其实啊 这个幸运大师对南海战略这本书 应该是有接触过 我们看下一页 那我们来看一下 幸运大师 他在跟刘长乐的对话当中 说过一段话 这段话是出自 两人合著的一本书 其实就是对话的这个文字记录 包容的智慧 传媒大亨与佛教宗师的对话 这本书相信有的 有读过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 这个幸运大师说到 他说台湾 有一家天下文豪公司 为企业出版了很多书刊 书中提到 过去一些企业的经营策略叫 红海策略 就是大家竞争的你是我活 现在企业界也绝入了 与其竞争到最后两败俱伤 那不如蓝海策略 就是让大家和平以外 你帮我 我帮你 解答欢喜 那么这个说明 就是说 大师呢 幸运大师 对这个蓝海策略 他是有一定的了解 那我们来看 佛光山的开山中长 幸运大师的这个 基本的情况 那我们讲这个佛光山 他是由幸运大师创办的 那幸运大师呢 他是江苏江都人 1927年的时候出生 12岁的时候 在南京七峡山 离自开上人出家 那幸运大师是在 1949年的时候 跟随一支狮女救护队 到了这个台湾 然后他在1967年5月 在高雄县大树乡新田村 这个新建佛光山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佛光山的这个 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 好 我们说佛光山呢 它本来是一座荒山 五座小山外形轮廓 库斯莲花棒 是返校大陆佛教 四大名山建设而成的 主要有四大建筑 大雄宝殿 大碑殿 大支殿 还有大院殿 那大雄宝殿的面积 3500多平方米 号称远东最大佛堂 我们在那个宣传海报上 应该就是 佛光山的大雄宝殿 那张图片 其实宏伟状况 佛光山最突出的标志是 今生建议大佛 佛像全身贴金 与朝霞晚霞相映色 调圆夺目 气象万千 这个今生大佛 也是非常突出的标志 那么佛光山是 以教育培养人才 以文化弘扬佛法 以慈善福利社会 以共修进化人性为宗旨 来弘扬这个人间佛教 人间卫视是台湾地区 最早的佛教电视台 努力实践 佛光普照三千届 滑水插流 我们讲 如今 佛光山的海内外道场 已经超过了200个 比如说 北美第一大佛寺 南天市澳洲第一大佛寺 南华市是非洲第一大佛寺 在佛光山教团 有个非常重要的组织 就是国际佛光会 世界总会 这个是在1992年的时候 5月16号成立的 那么佛光山的身重 如今是已经有超过了1000人 这个是算相当大的一个规模 这个是佛光山的基本情况 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法僧寺的基本情况 法僧寺的创办人 是张孔诺雍 尤婆仪 1909年的时候出生 然后跟随北兰市 帕门昆天牟尼法师 学习入法僧法门 在法师元旗后 他遵循以教 致力于弘扬这个法门 1963年的时候 还在农业大学就读的法僧法师 跟随他学习法僧法门 在大学毕业后 又邀请学长师命法师 一同替读出家 发愿修建道场 在1969年的时候 接受帕塔亚彭沙瓦女士 捐赠土地 然后在1970年2月 开始动工修建法城市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张图片 左边是法僧法师 右边是命法师 中间是张孔诺雍 又破语 而背后就是帕门昆天牟尼 祖师 这也是这张图片的情况 那么作为法僧市的历史状况 它是位于曼谷市 北二十公里 占地360万平方米 是从一片昭泽地上崛起的寺院 它的主要建筑包括 大法僧舍利塔 还有国际法僧堂 祖师纪念堂 大雄宝殿 生修场等等 大法僧舍利塔 是一座圆顶的佛塔 塔内外总共有供奉 一百万尊的法僧佛像 这个非常壮观 还有国际法僧堂 是一栋两层高的多用土建筑物 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长堂 伦隆纳30万人 还有祖师纪念堂里面 有纯金塑造的帕门昆天牟尼祖师的树像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图片 这个上面是大身座宝墙 这个屋顶 下面就是国际法僧堂里面的情况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人参加这个法会 人数非常多 我们接下来 法僧士呢 他提出禁止乃是成功之本 内在的安详 促成世界和平的主题文化 还有提升人类心灵 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的理想 经常举办人数超过10万人的 这种大规模的法会 特别是 万活节平安灯法会 特别著名 目前呢 法僧士在大力的实施 这种国际化的战略 还有DMC 卫星频道 是泰国的第一家 佛教卫士 那法僧士目前深重情况 大概有一千多位 三百位沙米 这是法僧士的基本情况 我们现在呢 来结合两个试验 这个典型的案例 来分析南海策略的六条路径 我们刚才讲的第一条路径是跨越他者产业 跨越他者产业 那佛光商跟法僧士 他们分别是怎么做的 这里是灾药 内容灾药 我们讲佛光商呢 这是提供全方位的一条龙的宗教服务 这是我归纳的 重新整合现有的资源 技术跟渠道 然后对佛教进行了改革创新 实现了十六大转变 后面会给大家解释什么是十六大转变 其组织策略目标 是以贴近人性 以及生活观照信重的需求为核心诉求 透过与生活结合的方式来进行洪华 那法生寿呢 它是通过创造差异化来开创男孩 比如说会共法会 这个就体现了差异化 它实现了从宗教物相礼仪 到宗教世相礼仪 宗教意相礼仪的跃迁 还有万活节平安灯法会 也体现差异化 因为有几个特点 规模大 贵宾多 管理成效高 艺术感染力深 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下面我们具体的来讲 首先来看看这个他质品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说 《南台这里》这本书里面 引入了这个他质品的概念 他质品它跟替代品 还是有一些区别 他质品的概念 要比替代品更广 我们说什么是替代品 形式不同 但是功能和核心效用相同的产品服务 它可以互为替代品 但是他质品 它包括功能跟形式都不同 而目的确相同的产品跟服务 作为产业之间的竞争 不仅仅存在同一产业内部 替代品产业的竞争 甚至也存在产业外部 他质品 产业之间的竞争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 佛光山跟法生士 它的具体的这种运作方式 我们讲前面提到 全方位一条龙的宗教服务 它体现在哪里 我们来看 台湾社会宗教形象的情况 可以说是十分的盛行的 而庙宇非常的多 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 这种神奇庙宇里面所公奉的 有观音妈祖 土地爷 释迦牟尼 光宫 保身大地等等 那信仰宗教的人数 根据统计是超过90%以上 这个统计数据 其实会有一些差别 有各种各样的统计 但是基本上来讲 都超过这个数字 超过90% 我们说 作为宗教场所 这个为数众多 那么宗教场所 它所提供的这种宗教功能 往往是相同的 如果说对一个普通的信众来讲 很多人神佛不分 他们统称为舍灵 也就是说只要有地方 能够表达自己的愿望跟祈求 不管是去试验也好 去道观也好 或者去城华庙 甚至去教堂 对他们来讲 好像没有太大的分别 因为这些不同的宗教场所 它所提供的功能相似的宗教服务 它可以提供宗教服务 功能有相似 而这个其实是可以看作 是他质品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 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看 台湾社会的宗教市场状况 实际上是以去饱和的 我们说在1987年以后 台湾社会的佛教团体 它呈现多元化的这种发展态势 比如说有这个四大三头这种说法 所以四大三头 除了佛观上以外 法古山 还有呢 慈祭中台常世 当然除了四大三头以外 还有大大小小的各种三头 总之是相当多 那佛教市场来自整个宗教市场 它实际上是功过于求 以去饱和 那佛观上他是如何跨越 替代品产业跟他这品产业呢 在新视野下的 台湾近现代佛教史这本书当中 作者江畅腾教授指出 他说佛观上的建设 也如百货公司一般 佛观上把空间的利用 规划到极限 包纳人一生之中的 衣食住行的需求 应有尽有 也就是说 凡是信众的信仰需求 信仰需求当然这是主要方面 除了这个还附带的 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 佛观上它通通提供了最大程度的满足 那我们讲 刚才讲的一个方面是信仰需求 一个方面是除了信仰需求以外 附带了这种种种的需求 都提供满足 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设计 我们在人的一生当中要经历 很多个关键的时期 那么这么多的关键时期 人是怎么样度过 那么佛教是怎么样去介入 那么刘勇斯曾经撞文指出 他说 星云大师注重世间法 对金钱分音等提出一整套的看法 并且提倡佛法生活 佛法生活化 设立一套人生礼 比如说成人礼 命名礼 百日礼 路关礼 解封礼 力图将人生 每一重大事件都纳落到佛教仪式中来 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这种 体现出佛法 那人生的这些这么多关键的 阶段关键的时刻 通过佛教的介入 它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来看 在《宗教与神话》这本书当中 李毅元认为 这些为人的生老病死所举行的通过仪式 这个叫通过仪式 生命礼 协助人顺利通过人生的不同阶段关口 给予人准备返冲的机会 以教导记录阶段应有的绝世半年 以及如何与他人相处 这是很有意义的设计 也就是说这种仪式本身来讲 它不是可有可无的 而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对于佛光山的红法事业 我们讲它是全方位的 它不仅仅在四月里面 比如说在军队 监狱 学校 还有老人 妇女 儿童 不管什么身份 或者说哪个年龄段 他们都有针对性的这种宣讲活动 可以说无所不包 它的红法方式呢 也是生动活泼 精彩分成 比如说有音乐红法 还有美术才艺帮 有电视红法 有佛学讲座 而且这个佛学讲座 还翻译成当地的这个语言 所以说如果你是佛光山 如果你是佛光山的信众 那么你所获得的这种价值回报 不仅是信仰上的这种回报 还有其他各个方面的这种价值回报 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佛教主持开创南海的关键是什么 我们说价值创新 能够开启无人竞争的市场 那研究显示 创造蓝色海洋成败关键 并非科技是否尖端 也不全然是谁最早进入市场 而是最能为顾客创造价值 当然这是针对这个企业管理来讲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 佛教主持开创南海的关键 那看什么呢 就看谁最能为信仲创造价值 那信仲的这种需求 它是差异化的 可是传统誓愿提供的服务 它是单一的 而无法充分的满足信仲的这种需求 所以说就要求重新整合现有的资源技术跟渠道 那么佛光山对传统佛教进行的改革创新 实现了16大转变 具体的这16大转变 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 是什么转变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是从传统的佛教到现代的佛教 还有呢 从独居的佛教到大众的佛教 从黄拜的佛教到歌运的佛教 从经参的佛教到事业的佛教 从地区的佛教到国际的佛教 从散漫的佛教到制度的佛教 从静态的佛教到动态的佛教 从山灵的佛教到社会的佛教 从顿式的佛教到旧式的佛教 从维生的佛教到核心的佛教 从弟子的佛教到讲师的佛教 从寺院的佛教到费谈的佛教 从宗派的佛教到尊重的佛教 从行善的佛教到传教的佛教 从法会的佛教到活动的佛教 从老年的佛教到青年的佛教 这16大转变 我这样子读下来 感觉还有点无聊 大概花了半分钟左右的时间 可是佛观山实践 这16大转变 完成这16大转变 已经花了大概半个世纪 所以说这16大转变 是相当不容易的 好 我们接下来 还是刚才提到的那本书 就是新闻大师跟刘长乐的对话 在那本书里面 新闻大师还是有提到一段话 那么他跟刘长乐的对话当中 他说到今后只要能对国家民生 社会大众经济利益 幸福快乐生活 有所争议的事业 佛教徒都应该去做 这个叫做普及群生 现代佛教的走向 必定要合乎现代大众所需 现代大众不需要的 也应该是现代佛教所复取的 这个是新闻大师 他的一些想法 他认为佛教的变革要贴近现实 要走向人间 要实行这种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的理念 好 我们接下来 那我们说佛观山的组织策略目标 是以贴近人性 以及生活 关照信众的需求 作为核心诉求 透过与生活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洪化 把试验管理的观念 从提供宗教服务 转化为提供解决方案 真正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所以佛观山成为一个信住 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 刘查乐先生认为 佛观山的事业是什么呢 菩萨心肠加上现代寡理 然后形象的比喻 人间佛教 好比是把云霞落成了地上的花朵 这个也是一个很深度的比喻 我们接下来看法生士的状况 法生士如何通过创造差异 差异化开刷栏海 我们来介绍一下泰国的情况 我们讲泰国是个佛教国家 人口6200万 94%都是佛教徒 泰国国旗三种颜色红白狼 白色象征佛教的纯洁 甚至泰国宪法规定 国王必须是佛教信徒 所以肃称环袍之国 因为泰国宪律是穿黄色的这个身袍 那法生士呢 是泰国规模最大的寺院 但是除法生士以外呢 泰国还有三万多所寺院 30万左右的宪律 还有分个景义的 还有许许多多的红法道场 比如说有绝护比丘的上帝阿索 有阿江茶的这个巴盆寺 佛使比丘的解脱之剑园 还有南莱斯 曼谷南莱斯 有个龙破冲场寺 在后面这个洞冲场等等 也就是说这个其实 除了法生士以外 其他的这个寺院还是相当多 那么法生士它是如何 和在这个众多的试验当中 创造差异化 开创南莱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具体的这种各样 我们来看一下 会共法会 这是法生士的一个特色 它能够体现这种差异化 那会共法会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在法生士相关网站当中 做了介绍 他说 这种会共有两种 一种是求的会共 还有一个是正的会共 求的会共呢 就像我们佛教徒怀念佛陀 想要供养佛陀本尊 就以佛像来代表佛陀 想象佛陀还在世间 然后拿着食物来供养佛陀 这种方法有功德 因为会共者的心 会产生念佛之恩 正如会共是正物内在的 佛法者是食物 透明 纯洁 即威胁到他内在之法生物 然后以法生法门带着食物 去供养给永久 灭盘之无量中佛陀 这是会共法会 那么 它跟我们平常的法会 确实是有不同之处 那它在宗教学的意义上 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来看 会共法会 它与平常信众对佛陀的供养大不相同 法生士通过指导信众 修习法生进座房门 把食物以及供养品放在自己体内 观想其变得透明纯洁 供养内在的法生活 这种修行方式被认为具有大的功德 而这独特的会共方法 来源于法生士的创办人 张库隆优伯仪的独创 也就是说 这个是独具特色的一种 供养佛陀的方式 那它的宗教学意义 体现在哪些方面 我们来继续接着看 那么我认为 它这种会共方式 体现了宗教礼仪的跃迁 也就是说 它实际上实现了什么呢 是从物相礼仪 到事相礼仪 到意相礼仪 那在宗教学原理 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宗教的物相礼仪 就是指以物的形式 向神献祭的宗教礼仪行为 宗教信仰者 他通过寄宪供物的形式 来表达自己对神的敬畏 还有意愿 供物是虔诚意识 和祈求意识的物化表现 那么当他跃迁到 四项礼仪之后 四项礼仪是以符号化的 特定规范活动方式 表达虔诚意愿跟祈求 他摆脱了物相礼仪中 神人之间物交换的悲蜀 提高了宗教礼仪的层次 还有意下礼仪呢 是主要通过特定的符号动作 来体现信仰者内在的宗教 意识 意下礼仪是最高层次的一种宗教礼仪 那么会供法会在宗教仪式上 实际上呢 它是实现了宗教物相礼仪到事相礼仪 继续到意下礼仪的这样的一种跃迁 这是从宗教学的意义上来看待 这个会供法会这种独特的供养佛陀的方式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个是法身世举办的万佛节平安灯法会 这个非常的壮观 这参与人数通常超过十万人 超过十万人 那么每个人他都点了一盏灯 就非常这么多 就这样的一种十分壮观的场景 那我们来看这个万佛节平安灯法会 它如何体现 这种差异化 那万佛节是中国农历正月十五或者十六 是泰国佛教三大传统节之一 那么在泰国各个寺院呢 都会在当天举行隆重的庆典 同时在网上供养 供这个平安灯 那万佛节相传是佛陀时代的 1250位开悟正果的阿罗汉比丘 孤业儿童在这一天回到佛陀的住处 摩基陀国的王舍城主任今世 然后请佛陀宣扬法音 因而流传纪念 泰国从1913年开始将它定为国定的价值 规定这一天佛教寺院要举行 摄里托波送经绕伯 宣告国旗与佛教教旗 以至纪念 那就是万佛节 那么在万佛节当天它会举办什么样的活动 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下面就给大家一次的来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是我是通过提问的方式 然后来回答这些问题 提出一个问题 然后我自己回答 大家通过这种问答的方式 会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 我们来看 法生士它为什么要举办 这个万佛节平安灯法会呢 因为它是传统的佛教结论 为尽量佛陀而举办 法生士举办的万佛节平安灯法会活动 规模特别大 参与人数特别多 通常达到十几万人 同时呢 还邀请世界各国宗教文化团体组织的嘉宾 或者代表观摩 那法生士的很多重要活动 通常也安排在这一天举行 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它可以扩大国际影响 可以提高知名度 然后维持人所知 那很多人呢 他就是因为看到网站上这种 宏伟壮观的万佛节平安的法会的照片 得知法生士 那作为功德主 那在这一天的仪式当中 他也会受到特别的礼遇 比如说点地掌灯等等 这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礼遇 那么我们来看下面的问题 就是这个流程 法会包含哪些程序 安排哪些重要的活动 程序通常呢 有代表发言 然后祈祷 静坐 绕国 点灯 那每一年的万佛节平安的法会 法生士都会在这一天 安排一些特别重要的活动 那比如说 1994年2月25号的平安灯法会 这一天 佛观山与法生士缔结为兄弟室 那同时贯注 帕蒙昆的谋理组织的金像仪式 也在这一天举行 佛观山 幸运大师跟三位泰国僧王 以及泰国太子 太子妃 他们都历龄参加 那整个谍理呢 由泰国四家电视台联合事况转播 1996年3月3日 平安灯法会 是帕蒙昆特牟尼祖师纪念堂 打桩奠击仪式 当时时任中国 国教协会副会长的金会法师 率领中国国教代表团 出席了法会 我们接下来看 还有哪些活动 比如说 1997年2月22号 光佛节 法生士举行了供养生意 以及楼链14吨纯铸造的 法生佛奖仪式 2005年 光佛节 泰国参议院院长 苏才查理科勒先生 给法生士助持 法生法师颁奖 以表彰在印度洋海啸后 所做的正在工作的贡献 2008年2月21日 法生士万活节平安灯法会 同时举行首届 世界和平道德会考的颁奖仪式 2009年2月9号 法生士万活节平安灯法会 举行第二届 世界和平道德会考颁奖仪式 当时斯利兰卡主理 维克勒马纳亚克 他给法生士助持 帮发荣誉奖章 这是一些重要活动 我们接下来 法会会收到怎样的效果呢 如此壮观宏伟的大型法会的成功举办 无论是队内还是队外 他都会都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那队内 对于僧团 还有义工 还有信众 功德主门会产生强烈的共鸣跟震撼效果 具有极大的相信力和超强的凝聚力 它可以促使笔球门精进修行 也可以得到功德主门一如既往乃至加倍的护持 那对外效果 则是法生士教团组织与管理优秀成果的一次充分展示 因为它在各个方面都给外宾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我们接下来看 这个问题 法会组织与管理 它到底高明在什么地方 高明在哪里 法会高超的管理技术 源于其高效的执行力 在法生士 尤其凸显生保的珍贵 作为在家众 他一定要服从出家众 下一级就服从上一级 沙米服从比丘 师弟要听从师兄 几乎不存在说不服从指挥的这种情况 不管是在家的居士 还是出家比丘 都能自我管理严格自律 正是这些因素 导致其组织管理多有成效 那现代管理学之父 彼得·德鲁克 一语道破管理的本质 管理是一种实践 其本质不在于知 而在于行 其验证不在于逻辑 而在于成果 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 那一言一避之 法生士高超的管理艺术 其卓越之处 就四个字 赢在执行 这个说明他执行力非常高 这是 这个法会组织管理艺术 得以实现 那么 他就源于他高效的这种执行力 好 我们接下来 我们看第二条路径 就是跨越战略集团 策略联盟 关于策略联盟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 通过采取策略联盟的方式 他可以把 不同战略集团的决定性优势 给结合起来 从而开创这个男孩 那么 作为福官商跟法生士地盟兄弟士 其实它是这样的一种策略联盟 那么福官商跟法生士的策略联盟 最具实质性意义的事件 其实就是说 这个地结兄弟士以后呢 签署了七项协议 这个共同促进了 这个双方的交流合作跟提升 作为两大分隔 不同的教团组织的结盟 它能够是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然后他们相约共创 人间净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相关的这个图片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当时 地盟兄弟士的情况 这个图片是 国官商开创40周年 纪念特刊 是引致这个纪念特刊上面 那这个图片呢 记录了当时的关键的时刻 这个地盟兄弟是 双方交换 这个门书的状况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图片 好 我们来接着玩一下 他们签订的这个双边协议 1994年的2月25号 在泰国曼谷法生寺的庆典当中 福官商与法生寺签署 地监兄弟是同门书 叫做福官商 法生寺 兄弟是双边协议 那这个双方协议的四项 主要包括 欲有重大节日 彼此互派代表参加 还有定期交换出版物 交换教授 学生 保障佛教徒的人权 以及修持佛法的自由 保存国际佛教传统 促进佛教团体文化和教育的交流 还有促进人伦道德的提升等等 关于这个定门的意义 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 佛官教科书对这个事件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认为这项同门的签订 在南北传佛教的交流上 具有非凡的意义 所谓法生寺即为佛官商寺 佛官商寺即为法生寺 这是当时助词讲的原话 让佛教历史开启新业 那我们讲 弟们兄弟是这种策略联盟 实际上他为汉传佛教跟南传佛教 从分道河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那么在1924年 泰徐大师曾经发起世界佛教联合会的这样的运动 泰徐大师这种世界佛教运动 他的目的呢 其实他就是要将这个佛教 传播到整个世界不同 不派的这样的佛教团结起来 那么现在呢 佛官商跟法生寺的结盟 实际上他可以看作是泰徐大师这一思想的延续 泰徐大师的这种世界佛教运动思想的这种延续 那么作为佛官商 除了与法生寺有结盟以外 还有其他的策略联盟 那我们来看一下 早在1982年4月28号 佛官商与韩国千年明察通渡事结为兄弟事 1998年11月9号 佛官商出林学院 跟拥有1200亿年历史的 韩国松管市传统讲院 帝门为兄弟院 在2007年 佛官商还实现了以下策略联盟 国际佛官会中华总会 与韩国潮西中中央信徒会 帝结为兄弟会 而佛官大学与日本大股大学结盟 签计学术交流合作协定 浦门中学跟远东科技大学 帝结为教育伙伴 策略联盟 那么这个是2007年那一年发生的情况 当然我们讲这后面 还有很多的 还有相当多的策略联盟 我还没有去完全的去收集 那么策略联盟呢 它为开创南海 实现双方共赢变地的基础 也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策略联盟 作为结盟的双方 它的优势可以得到互相补充 使双方发展更快更好 我们接下来 我们看第三个 南海这里的第三个路径 叫跨越买发链 跨越买发链 南海战略认为呢 在企业管理中 企业需要挑选 需要挑战 两种常规的这个战略做法 常规的战略做法是什么 一种是只关注现有的顾客 另一种是追求视察细风 满足顾客间的细微差异 他们开创了目标市场 也只有过小的威胁 为此他们的南海规模最大化 企业需要反其道而行之 他们不应该只把视线 集中在顾客身上 还需要关注非顾客 他们不应着眼于顾客的差别 而应基于顾客 强烈关注的共同点 来建立自己的业务项目 这使企业能够超越现有需求 开启以往并不存在的 新的大众顾客群 应该致力于把产业的 非顾客转化为新需求 这个是针对企业管理来讲 怎么样跨越买方链 他提出一点 不能够满足已有的顾客 他要怎么样 对那些非顾客 你要让他产生新的需求 当然这是一种 企业管理的一种示威方式 我们来看作为佛教团体 作为佛教团体 对作为佛教团体来讲 他就不是针对顾客 而是针对信众 也就是说 佛教团体 他所要考虑的是怎么样 如何将非信众 转化为信众 我们接下来等下一页 南海战略里面 还有提到一点 他说 与其在有限的市场范围内 进行困兽之斗 那不如先退出竞争 静下细来好好思索 哪些市场是尚未开发的 努力在非顾客之间 建立起最大的共同点 尽量扩大新需求 把市场空间推到极限 那么还有这样一句话 所有南海 南海来自哪里 所有南海均死至一群 有需求就未被满足的顾客 有需求却没有被满足 那这就是所谓的南海空间 那我们现在来看 佛教团体所面向的对象 他肯定不是顾客 他所面向的对象 他是信众 这里提到 南海战略管理思想 同样适用非引力性组织的管理 宗教组织所提供的产品 他是宗教服务 他的顾客是信众 那这本书 信仰的法则 这本书作者斯达克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本书里面提出 宗教经济的一个理论模型 他认为宗教经济 是由一个社会中的 所有宗教服务构成 包括一个现在的 和潜在的信徒市场 一个或多个 雄求吸引或维持信徒的组织 以及这些组织 所提供的宗教文化 他这里提到的是 关于宗教经济的理论模型 我们接下来 那么我们讲 宗教组织 他要延续自身的持续发展 就说 他要发展怎么办 不能够指定住 现在的市场 我给他加了个引号 更应该着力开发潜在的市场 那必须想方设法 让尽可能多的 非顾客 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非顾客 指的是非信众 充分了解 并且接纳自己 充分实现 教团规模的 对的话 那怎么做 如何才能够 善巧的 广宣活法 将非信众 转化为信众 无论是 佛观山教团 还是法圣寺教团 他们不约而图 采取了文化 还有教育 慈善 夏令宁 等等活动 关于这些活动 其实我在我的 写的相关论文当中 有整理了许多表格 分别对这个 文化教育慈善 夏令宁 分门别类 列出了许多事件 相关事件 但由于在这个 我们这个讲座上 PPT上面 没办法给大家展示 我们接下来 那么我们来看 无论佛观山 还是法圣寺 他都采用了 这样的一种方式 叫世界佛学良考 佛观山是把它称为 世界佛学会考 世界佛学会考 所采用的教材 也就是图片上所显示的 幸运大师亲自编写的 佛观教科书 这套书总共有12册 历史五年完成 大概有300万字 这个内容是非常的丰富 那么 佛观山的世界佛学会考 考试的题目 就是从这里面抽取出来 也就是说 你只要这一套 佛观教科书 比较熟悉的话 如果参加这个 世界佛学会考 就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取得好的成绩 然后呢 有没有什么奖励呢 还是有相关的奖励 我们接下来看 那都是什么奖励呢 等一下会给大家讲 那我们再来看 法生寺举办 世界和平道的会考 法生寺的 世界和平道的会考 选用的教材 2007年 难道当时还不叫做 世界和平道的会考 但是也就是这个 也是采用这种形式 采用吉祥金 人生成绩之大道 这本书 这本书是教导大众 应该如何采用佛法的原则 为人处事 从而能够获得吉祥的人生 那么 到了2008年 他就选用了这本书 叫温暖之家 温暖之家 这书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 佛教的这种方式 用佛教来指导 这种佛化家庭的建设 如何建设 这种温馨 美好的家庭 这是温暖之家 这本书的内容 那我们刚才提到 这个世界和平道的会考 第一届实际上是2008年开始的 那前一年还不叫 世界和平道的会考 好 我们接下来看 下一页 这个世界和平道的会考 它的一个特征 覆盖范围非常的广 无论是佛光上还是法身上 它举行的世界佛学 联考活动覆盖范围极为广泛 迄今为止 已经遍及世界六大洲 参考人数与百万 并且不断增长的这种态势 那从佛光上跟法身士 何学联考选用的教材内容 内容来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有这样的共同点 一个是普及化 大众化 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 你只有这种大众化的内容 大家才会接受 才会感兴趣 第二个是采用佛教理念 作为指导思想 第三个包含对自身的宣传 这个是肯定的 有这样的一些共同点 覆盖范围很广 另外呢 就说对这些四题 它的题目 很有意思 我们讲 对四题呢 它是被译成不同的语言 然后分为不同的组别 比如说 在2008年 泰国法省市 温暖之家 雄云这个教材的道德会考 分为四组 有泰语 泰语一组 还有英语一组 汉语一组 一四组是日语 老挝语 印尼语 马来西亚语 西班牙语 大亚语 阿拉伯语等等 各种不同的语言种 另外它题目 题目也出得很有趣 我记得 世界和平道德会考 有这样一道题目 就是说 避免自己的丈夫 成为酒鬼的最好的办法 是什么 这个是个问题 避免自己的丈夫成为酒鬼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答案 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四个字 不要结婚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那么还有考试的形式 也是多样化 试题有各种语言的文字 也有漫画形式 甚至呢 在伦敦佛关山的佛学会考 还出现口述题目 就是说针对一些特殊的群体 它这个形式是多样化的 比如说 这个小孩子 他特别喜欢这种漫画的形式 就出这个漫画题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考试 会达到一个怎么样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 我们看下一页 通过这样的考试 这种考试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激励的性质 是一种激励的性质 我这边好像网络连接又不稳定 应该没问题啊 那我们讲 通过考试 成绩优异的还能获得奖励 像佛关山的这个 世界道德会考 有奖励 奖励一方面是有奖金 另一方面是有赠送 这个浦门杂志 赠送浦门杂志等等 那么这个也是能够吸引信众 那在1997年 温哥华 佛关山的佛学会考 甚至出现什么呢 全家应考 三代同堂参加了这种盛况 一家人都来参加这个考试 还有在2008年 法政士的世界和平道的会考 大家看一等奖 奖金高达3000美元 高达3000美元 在泰国国内的考试 一等奖奖金是100万泰铢 一百万泰铢 这个引起轰动 因为采取了这些奖励的手段 不仅仅信众 许多非信众也乐于参加考试 这个我们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奖金这么高 题目又不难 而且这个参加考试 又没有什么限制 大家都愿意参加 都可以参加 没有什么门槛 所以就很多人都乐于参加这种考试 那我们讲这样的一种活动 它所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效果 接下来 我们看下一页 那大家也可以想到 这样的一种世界佛学联考活动 大规模的连续性的去举办 它能够使更多的人了解试验 以及他们所宣传的思想 通过这种手段 能够使许多徘徊在神圣与皇叔之间的 微信众 转化为信众 那以信者的信仰更加坚定 这其实就是南海战略中所讲的 跨越买华链这样的一种做法 好 我们接下来看 第四条路径 跨越产品和服务范围 跨越产品和服务范围 即是从专注于在产业边界内 将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最大化 转向于跨越复古性产品的服务 看市场 那佛教事业的发展 必须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那近一百年来 社会经历了沧海三田般的巨变 特别是进入了二十一世纪 社会变革更是日行月异 我们讲佛教 它是社会中的宗教 它不能够脱离社会的土壤和生存 无论是主动或者说被动 而不可避免的 要顺利历史潮流而产生变革 这个局势是不可避免的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 政治多极化 文化它也是多元的 那不同的文化 必须交流才能更加充实发展 那如果说闭门造车 越来自大 就会被时代的潮流 甩到历史的长河 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我们说就发生了 新云法师与天主教 教宗保罗二世的宗教对堂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宗教对堂的基本情况 下一眼 这个宗教对堂其实还有这样一个背景 就是防俄会议 天主教防底纲第二届大公会议 这届会议实际上是 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一次会议 1962年10月召开 面对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也逐步改变其僵硬的立场 这次会议使天主教真正开始从全能力对化 会议还表示 罗马教会愿意跟非基督教徒甚至非养着一起 寻求解决现代特殊问题的方案 通过坎城的明智的交换意见 来克服人间的不信任彼此彼此 提出了革新和对话的方针 寻求与基督教各派及社会各方面进行合作 也就是说 因为这是一个总体的趋势宗教对话 作为天主教 他其实也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思维 他认为这也是有必须的 必须这么做 因为时代在变革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国光山幸运大师 跟教宗保罗二世 宗教对话的情况 时间是在1997年2月28号 幸运法师跟教宗保罗二世会面 进行宗教对谈 促进宗教交流并共同祈求世界和平 那在与会的时候 这个幸运大师提出了五项建议 那教宗呢 他对于双方派遣学者 进行教义的相互研究 表示高度的兴趣 就说在这个宗教对谈 他是取得了应有的这种成果 那这个成果呢 幸运大师他在 他有一段讲话 我们来看下一页 幸运大师在 我对宗教融合的世界观 这个文章当中 他提出来 他说 今后天主教的神志人员 及佛光山的身心大众 能常常来往交流 比如说 举办学术研讨会 佛光大学设立宗教研究所 我们欢迎他们神志人员 前来研究 我们的神众呢 也可以去天主教大学研究 在宗教教育上 信仰上大家都能提供方法 研究出更超越 更有见底的宗教发展 假如有机会 把佛教与天主教 或其他宗教 能合作举办世界宗教研究所 让世界每个宗教有机会 大家互相谈话 互相了解 互相学习 一些让宗教彼此互相沟通以后 对各种思想的统合 或学术教律 都会比较方便 也就是说 这个宗教对话 其实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效果 就是不同的宗教 独教跟天主教之间 他有了更多交流 和做了这样的机会 然后彼此呢 也就能够更加的了解对方 那么这种跨宗教交流 到底有什么意义 这次世纪性的宗教对话 他展示了佛光山 星云大师开阔的境界 博大的循环 和圆龙务实的精神 使佛光山迈出了与不同宗教交流的一大步 也提高了佛光山的地位跟影响 说明佛光山不仅仅是在佛教界内部进行交流和合作 而且与不同地域的不同宗教进行交流和合作 星云大师提出来 以文化弘扬佛法 以教育培养人才 其宏大的格局跟气波 已经远远跨越了宗教 这是佛光山的例子 在法神事方面 我没有收集到相关的宗教对话方面的例子 可能这个跟南传佛教相对保守的性格 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接下来看 下一页 第五条路径 跨越针对卖方的功能与情感导向 也就是宗教性跟艺术性的融合 那么作为普通的寺院 寺院肯定它有它自己的功能 它一般就提供机会 还有顺经 外唱 打坐 等等有这些功能 反而像佛光山科法神是这样大规模的寺院 它不但拥有上述寺院的一般性质能 而且它拥有艺术 教育 文化等等之类 有一整套人文光摆的设施 人们到此不但可以满足礼伯 许院等宗教寿求 感受到家庭温暖艺术熏陶 所以就吸引了大量的信众跟游客 我们讲作为寺院 它要做到这样的一种信众 它必须提供各种人文光摆的设施 当然它就需要培养 一大批的高素质的 无论是从基层的 中层的 高层的这种干部 要提高干部的这种数字 那么它才能够做到 提供人文设施这样的需求 有显示或者网络连接不稳定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页 我们看佛观山的人才培养状况怎么样 以佛观山为例 传统华人社会的佛教信众群体 是以老年人居多 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怎么样 是一群好像没有文化的老太太 在吃灾拜佛 可是像佛观山通过筹资办学 或者遣送弟子到大陆 或者到海外留学 提高深重群体的文化数字 培养了一大批的高学历 高素质的文法教学人才 根据统计 硕博士超过100位 积极推动文化事业 诸如此类的作为 吸引了很多大学生、年轻人、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来参加佛观山的各种活动 体现了浓厚的文化气息 现在佛观山提出的口号是 以文化、弘扬佛教 采取现代化的弘法手段 让传统佛教走出山林、走下人间 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地上的资料 因为有这个人才的培养 管理人才跟上了 那么对于这种 佛教文艺化的这种宣传 肯定能够起到更加更好的 这样的效果 好 我们来看 下面来看 下一个人间佛教 佛观山人间佛教 同传了这种异文化的道路 异文化或者是文艺化一样 它结合了艺术、文学等 对佛教进行外包装 让佛教以更加生动活泼的方式 留步于世间 以文学、音乐、美术、书法、建筑等多元的形式 治理各类佛教重塑的出版 还有杂志的编辑 后来陆续成立电台、电视、报纸等 传播媒体、宣说法营 与各文教基金会作为文化的百度者 推动文教工作 加之佛观委员美术馆的馆设 佛观山凡败战术团的全球雄徽展演 人间音缘佛教歌曲的推广传唱等 透过文化艺术的种种面向 来带动佛法宣传 进不同根基的佛大众 实现人间佛教历史的愿景 这个是佛观山 他在佛教异文化方面 他所实施的各项规范 这个是在佛观山开山40周年 纪念特卡里面 在录出来的 那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是我在佛灵佛观山拍摄的图片 这是在佛灵佛观山的长堂 大家可以观察到 佛像旁边还有一个坐垫 说明这是长堂 佛像旁边还有挂着的 这个是幸运大使的一笔字 这一笔字就是通过 书法的形式来弘扬佛教 很多人对幸运大使的 这个一笔字书法是很感兴趣的 那这也是一种很善巧的 弘法方式 艺术的弘法方式 好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张图片 下一张图片是 这是2015年的时候 我到高雄佛观山 但是拍了这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是佛观山佛陀纪念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规模是很宏大 然后旁边的这个宝塔式的建筑 也是非常的庄严 我们接下来看 我们看下一页 法生寺的情况 法生寺的建筑 比如说大法生舍利塔 是一个圆顶佛塔 你耐用千年以上的特殊材料 精致建造而成 舍利塔的建筑图形 顶端是半球形 塔座是梯形 依次下降 层层围绕相为扩张 每层塔座上 安置信众所塑造的 自身法生佛像 塔内外 公共一百万尊的法生佛像 这一百万尊小佛像 又构成一个完整的大佛像 如果是从空中辅饰的话 则是佛陀打坐的形象 塔内灯光彻夜产名 金碧辉煌 这座建筑的设计 能容纳一百万人集体建筑 特别是万佛街之夜的平安灯法会 几万盏灯围绕法生寺利塔 一起涂放光芒 人们仿佛记录灯的海洋 如梦如放 通过巧妙设计 刻意营造出这种强烈的艺术效果 能够使得流量万化 我们在前面也展示过一张万佛街平安灯法会的图片 我们接下来看其他的图片 下面有一张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一张图片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法生寺所制作的动漫的截图 因为泰国是个传统的佛教国家 每个人他都要 每个男性 每个男性在一辈子都要 至少要出家一次 所以说很多小孩子出家学佛的 这是泰国的这种国情 那么针对小孩子 因为小孩子身心好动又坐不住 那么他们喜欢各种各样的卡通 动漫的这种形象 所以就针对小孩子 他们制作了这样的动漫 你看这有鳄鱼的形象 有牛的形象 那作为小孩子肯定就会比较的感兴趣 好 我们接下来 看下一页 好 我们来看这个第六条路径 跨越时间 跨越时间 两个方面 现代化管理手段 以及国际化的发展战略 那么因为在 二十一世纪 那么他就要使用一些高科技的形式来红化 因为已经进入这种高科技时代 科技也要被利用 在红化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科技的手段 那比如说讲到佛光山的 人间卫视 透过四个直播卫星传输 就是播送信号 那法生寺DMC 是租用了六个卫星频道 那么像这种做法 我们讲无论是佛光山的法生寺 它都是领先一步的 领先一步就能够跳脱红海 拓展新的飞进阵性的空间 这就是蓝海之道 关于国际化 他们还分别都策划了 国际短期出家的活动 国际短期出家 顾名思义 就针对的是世界各地 参加活动的营养 来自世界各地 所以呈现出国际化的特色 那这个活动它有什么意义呢 它增加了参与者的宗教体验 坚定了他们的信仰 当然也进一步获得了信众 对道场的这个扶持 从这个意思来讲 国际短期出家活动 它是获得了成功 这个无论是佛光山还是法城市 都在连续的举办 国际短期出家活动 这是国际化发展战略 其中的一个措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国际化的过程当中 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我们来看下一张的图片 当然国际化发展 这也是有它的这个时代背景 我们说随着全球化 步伐的加快 人口流动范围越来越大 华人以及太极人士 在海外当然越来越多 那么浓厚的佛教情感 伴随着思乡情节 他们在精神上和礼仪活动上 产生了这种佛教需求 这个成为佛光山教团 跟华神社教团 国际化的一个契机 另外一个方面 由内部产业市场的竞争 和日趋饱和的要求 佛光山跟华神社 它必须开创栏海 开启新的非竞争性的市场空间 也是他们顺利成章的 采取了国际化的发展战略 那在这过程当中 它不是一方分顺的 它具体的还经历了一些 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来看下一页 我们先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它是 柏林佛光山的大雄宝殿 柏林佛光山 就是国光山在欧洲的一个分院 那么这个大雄宝殿 跟我们平常寺院的大雄宝殿 好像规格不是不太一样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 对于在欧洲设立的这些据点 比如说 要在这些地方设立 佛教寺庙 有的地方它不让 不让新建 比如说你购买到什么样的建筑 它外观方面 不让你改变 所以只好在内部 比如说放上这个佛像 那对它的外观 还得保持它原来的样子 即使 比如说外观是教堂 也不能动它 就是这个情况 这是柏林佛光山 内部 这个佛像 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 我当时也经常在柏林佛光山 参加这种调养活动 也经常到这里 我们往下 我们刚才讲到 国际化大陆不是一方分盛 就比如说 后来被誉为西班球第一大国事的 被誉为西方的紫禁城的佛光山 美国别院 西来寺初见之时 几乎难以立足 这块地本来是白人高级社区 原来是许多富裕老人退休养老的地方 民分保守 对于建庙强烈的阻挠 他们反对的理由 理由很多 比如说破坏自然景观 送金鞭炮 被发出噪音 和尚尼姑奇装异服 会带坏青少年 把中国人都吃狗肉 唯恐爱犬小命不保 甚至教唆青少年 出言辱骂后丢石头不坏 经历六次宫廷会 一百余次说明会 一方面完全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改建 另一方面 承诺日后举行公益活动 捐款回馈社区 好不容易才完成这个法律手续 这里讲到的是西来寺 和光商西来寺 刚刚建立时候的这种情况 那么对于法生寺 它的国际化 刚刚开始的时候 也不是一方分顺的 我们来看一下法生寺的相当情况 我们来看下一页 这里提到法生寺第一位外国出家人 Plat Nicholas 法生寺第一位外国出家人 在2007年的时候 他讲述了自身的经历 他说我学了两个月 然后送我到比利时 到比利时就是弘法 我觉得他们没有任何人生目标 我考虑怎么样用他们 可以接受的方式教导佛法 那亚洲有佛法基础 但西方人不了解 没有尊敬感恩 还有反抗父母 很多单亲的父母 很多暴力 还有自杀等等 他说一开始 我就有静坐的方法 每个人一开始教静坐 每个人都可以接受 因为一开始没有告诉他们 戒律不失等等 只是告诉他们 第一要脱鞋 地上要干净 他们不了解 甚至要问为什么 他们来静坐是要付费的 还要收多少呢 就是说这个物租还租要不要钱呢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四五块美金 然后只是教他们静坐的方法 那到了第二阶段 我们看下一条 刚开始呢 也没有教他们佛教的这种教义 教理之类的 那第二个阶段才开始教佛法 他说一点一点教 会有一些人呢 他们不懂得供养布施 就是说 法师教导 教导你 这个静坐 那么作为这个学习的学员 一般来讲是要供养布施嘛 那么一开始他们不懂 这个 然后他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说 找了一些泰国人来供养 供养就是拿着信婚里面 装着钱 会在地上 然后供养给法师 然后这些人呢 看见了 过了几个月 他们也拿信婚来供养 结果这个法师 尼克勒斯 他说 我打开信文看 里面放了一些贺卡 写着谢谢你 你了解 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 国际化的原因了吗 也就是说 这种国际化 一开始都不是 能够马上 被大众所接受的 所以说 甚至为这种艰难困苦 遇入于尘 这种一开始的这种艰辛 才慢慢的铸就了这种日后的辉煌 无论是福光山跟法山寺 其实也都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做事情 我们看问题 也不能够只看这个眼前 要把眼光放远 无论是个人还好 个人也好 还是组织的发展 其实都是一样的 不仅仅看眼前 都看到三年五年 看到十年二十年 未来的这种发展 我们看 下一个 国际化的特点 把孙世跟福光山 国际化进程 有这样的特点 多层次 多取到 立足佛教 面向社会 面向世界 面向现代化 具体的做法 比如说 多余种来出版 这个佛教图书 那么我到佛光山 其他的各地各国的这种 风院 看到他们所出版的 都有各自语言的这种图书 还有 法生寺对 巴黎大战经进行研究 福光山还研发电子大战经 派遣地址来到大陆 或者海外高校留学 比如说 我曾经学习过 四川大学毕业的 福光山有满记法师 法生是 强制法师 华音法师 绝续法师 都是那边毕业的 当然还有很多大学 我们来看下一个 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南海策略的六条路径 那么作为南海策略 它是组织管理当中的 优秀策略 那么它可以用在 一例性组织 也就是企业管理之中 那么也可以用在 非引力性组织管理当中 比如说 佛教教团 佛光山教团 跟法生士教团 它同属于宗教类 非引力性组织 佛教教团组织 中国实施南海策略 不断开创南海 这是它取得成功的 重要的保证 然而 佛教组织的管理 跟企业的管理 在心态上是根本不一样 佛教组织 它是利他的 企业管理 它是注重这种自利 那么以柔性管理 自觉管理 感动管理为特征的 自我管理 是佛教组织南海创业的基础 这个理念 其实是新云大师 他跟刘查乐对话 那本书里面提出来了 就是说 柔性管理 自我管理 还有感动管理 这是佛教管理的特征 然后回纳为自我管理 它是佛教组织南海创业的基础 佛观商与法神士 在自我管理方面 它达到了如何存清的地步 那他们的这种经验 它是可以为其他的组织管理 所借鉴 好 那这是 今天这次讲座 我给大家 我要给大家所汇报的 基本的这个内容 那么 这个讲座呢 也参考了很多文献 然后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那今天就我所讲的主要内容就到此 陈教授 你看下面是什么环节 好 谢谢 我们感谢李博士时间掌控的非常的好 刚刚现在八点半 今天最主要就是用六条策略 这个主轴 那个来说明这个 佛光山跟法神士的南海策略 这个跨越他者的产业 然后战略集团策略联盟 毕竭兄弟事 来自于世界佛学联考 然后宗教对话 宗教性跟艺术性的融合 以及现代化管理 然后国际化的发展等等 那 佛光山跟法神士 其实他们是 整个的弘法策略里面 是体现了现世俗 这个体现我们这个世俗 世界的这一种公民社会的精神 而且又能够把握住这个神圣性 神圣世界 就是我们讲这个佛教讲的最终究竟的 离苦得乐的这一种佛陀本怀 然后以这一种方式来吸引信众 那么最主要的差异性 差异化就是今天我们李博士所讲的 他的替代品产业 产业或者说所谓的他责品产业 他一开始就已经先界定了他责品跟替代品的不同 最主要以所谓的他责品的这样的角度立场 来拓展新的需求 拓展新的市场 使他能够推到极限 所以佛光山或是法身士 他不是将佛教这个社会责任 这个尽量的推到佛祖身上 而是尽量的给予信众 信众的回报跟满足 就刚才讲的这个佛法的洪传 信众们不仅仅可以获得一种所谓的 价值的回报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价值创新 当然就能够开启无人竞争的市场 这就是所谓的创造蓝色海洋的成败关键所在 好那么我们现在时间关系 我们好好掌握这些的感谢我们 李博士刚才给我们的这样的六个主軸的介绍 我们看看进入到这个问答环解 问答环解我们请李博士来回答一下我们观众的提问 请问佛光山的佛教思想发展模式 哪些在大陆可以借鉴落地 哪些存在差异 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就讲到佛光山的模式 在大陆应该怎么样借鉴落地 那因为呢就是海峡两岸 各方面的制度政策 各方面的人民的思想状况 因为历史原因存在着种种差异 那么佛光山呢 因为他的这个发展 其实他没有这种中断 保持连续性 从太虚大师那个时候开始 那这种思想上的这种连续性 一直都在 刚才讲的没有中断 那么就是两个 台湾地区跟大陆相比较的话 我以前曾经有一次会议上 我曾经问过那个清华大学的盛凯巴 他当时说了这样一个比喻 就是说佛光山呢 他们就好像是一个成年了 我们大陆的佛教呢 它实际上它是像个小孩子嘛 因为我们这边呢 是有这种中断 所以说这个存在这种差异 那是非常自然的一种状况 那么你刚才这里问的是什么 如何因地制宜的调整 调整就是说 比如说在大陆的话 当然要尊重这个 我们这边的一方面是法律的相关规定 还有这边各个地方的这种民分民俗 其实呢 大陆呢 它落实了 也落实这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嘛 所以它其实 佛光山在大陆的发展 我觉得是应该没有太大的这种阻碍 这是第一个问题 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看一下什么 中教管理政策 是否是个幻觉如何办 这个问题 我们说 一个 无论一个组织的发展 它肯定是要在当地的 这种法律法规要求的情况下 才能够在这个前提下 再去寻找这种发展的这个路径 那么这种南海策略是否是个幻觉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应该 这是跟每个组织的这个领导 就是试验的这个高层 试验的方丈 他们的这种思想 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说他们的思想呢 是比较开放的 能够有比较高的眼界 我觉得 我觉得在宗教管理政策 严格的情况下 也是能够有所作为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 少林寺也算有执行 南海策略吗 哪几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 那么少林寺呢 少林寺的发展 那我个人的看法 它实际上是有在 实际上呢 少林寺的翻证 它本身的这种 对于试验发展的理念 应该来讲是有这样的一种 管理思维 那比如说 我在海外留学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比如说大家看到 看到一个僧人 一个和尚 那么就是国外的人 他们都认为 他们的印象 这个是不是少林寺的和尚 因为少林寺呢 大陆的这个佛教 在海外有影响力的 那少林是可以称得上 是可以称得上 是最有影响力的 那么他的这种做法呢 实际上呢 是能够 就说在海外建立这种 分支机构 让世界上更多的人 来了解 有这样的一种 有这样的一种宗教 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人 那么我觉得 还是 还是 值得借鉴的吧 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美国与中国脱钩 去世线 内地事愿 如何海外拓展 内地事愿 如何在海外拓展 内地事愿在海外拓展的话 当然有几个条件 一个是硬件 硬件就是说 你这个事愿本身要有足够的资金 能够在海外建立这个寺庙 另外也有相应的人才可以派出去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那么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的看法 你要在海外拓展 就要不断地从这两个方面 这个跟企业管理 其实也有相似之处 一个是人的资源 一个是资金 就是这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 你要有足够的准备 看下一个问题 请问南床佛教是不是没有法会 法生事举办法会 南床佛教对此 我看来评价 那我觉得这个法会 南床佛教它有 只不过有的 他们举办法会的规模大小 不同而已 有的比较小的寺院 他们举办了法会 因为没有这种新闻报道 所以我们就不是太了解 南床佛教对 对此如何看待跟评价 因为南床佛教它也有各种 不同的派别 所以说有不同的声音 它也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通过已经清楚了解 佛光山跟法尘寺洪华一生的相同之处 它们竟然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话 佛光山跟法尘寺的不同 这个也是跟两地的这种社会环境有关系 因为佛光山是汉传佛教的系统 法尘寺是南传佛教的系统 我刚才是有提到一点就是说 南床佛教它本身有一种相对保守的性格 汉传佛教它也有相对开放的这样的一种性格 所以说比如说 刚才提到的在宗教对话方面 我们讲这个佛光山它就做的比较多 法尘寺我其实也有去找资料 但是我还没发现我不知道有没有 是这样 下一个问题 法尘寺和异性常识提倡的人生活教 有什么一统 人生活教 那我觉得它的不同之处就在修行方式方面 修行方式方面 他们各有各的这种修行方式 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是在弘扬佛教 弘扬这种人圣佛教 这种的目的应该也是相同 具体的这种修行方式不一样 法尘寺静坐动漫哪里可以看到 哪里可以看到 你到法尘寺的相关网站 应该有吧 法尘寺的还有一档叫梦住梦节目 里面好像都有播放这种 不过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 你自己到上网查一下 这个通过网络应该 网络途径应该是可以得到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 这个已经回答了 已经回答过了 这个回答过了 我想看下一个 佛教组织管理方式 柔性管理 自觉管理 感动管理 自我管理 适用现代企业吗 有否案例可参考 那么这种自我管理 那肯定适用现代企业 如果说 企业家能够拥有这种 自我管理的思维 肯定是有利于 一个是有利于他自身的修养 另外肯定也有利于他整个团体的 这个团结协作 有没有实际案例 实际案例这个我 暂时还不太了解这个实际的案例 好像后面我们有一系列的这种 管理课程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这个人间 或者管理中心参加下面的课程 也许你会了解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其实你这里讲到佛教神圣性 我们讲到人间佛教 其实它并不是否定这个佛教的神圣性 人间佛教就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在保持佛教神圣性的前提下 然后结合我们的现实社会 通过各种方式 然后让更多的人 能够来接受这个佛教 它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你是说这种行为是否有破坏性 甚至是致命的 那这就看 这就看就说 你怎么去把握 把握这种佛教的神圣性 而看具体的寺院的领导人物 领袖人物 他看他应该怎样去把握 就是说这只是一种管理思维 一种管理思维本身 本身它不像你讲的 本身是有一种致命的破坏性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下面 供养方法佛经里面有没有根据 是否如法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你最好可以请教 法神士的法师 这个我不太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还是这样子 那好 那看那个 好 是好 谢谢 谢谢我们李博士对我们观众的问题提问 这个几个问题 这个神圣性的问题 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 是会说破度的世俗化 那即使人间佛教 本来就是佛教 就 就好比这个 上次刚好也提到 这个像我们佛教前辈 王志远教授 他曾经早期在2015年就提到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 本来 本来佛教 人间佛教的这样的行程 就好比像藏传佛教听到说 你们汉传佛教讲人间佛教 那佛教本来就在人间 有什么人间佛教 的确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 因为太区大师提出三大革命 教产教赐教理的这样的感觉 是相对于 对于明清以来这个三菱佛教的一种 对质 鬼的佛教 这个 老是到死的时候 才想到佛教 所以 这个 才提到所谓的教产革命 教理革命 教治革命 这三大革命 那 因此 我常说那个 那个竹子 如果是很官的话 你要再把它用指的时候 他你要稍微用一点劲 搬到一段时间之后 他才会再平衡回去 同一个那个 那个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 像幸运大师就说 其实人间佛教就是佛教 在他著作里面 也很清楚的强调 那人间就会再继续指引 那你为什么要再强调 加两个人间 就要比我刚才讲 藏传佛教 听到汉传佛教 在提人间佛教 佛教本来就在人间 同样的 其实就是 因为对汉传佛教 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 这种对峙 所以必须要再把 这种鬼的佛教 神的佛教等等 金灿佛教 把它拉回来 拉回来 拉回来这个现实人间 那么这个现实人间 就会提到刚才 这个我们观众所问的 他那个神圣心 会不会减弱 其实 不会减弱 本来东方的思维 或是东方的佛教 不管是印度教 佛罗门教 或是我们中国的 卢师道三家 或是三教而言的话 本身神圣都是在世俗当中 神圣性 这个是西方基督教的用词 是相对于说 上帝的这种神圣 而有所谓的新教伦理 所谓的基本资本主义的形成 而所谓的世俗 渐渐的远离神圣 所以我们在做学术 就是因为 我们这50年来 100年来 都是用西方的学术在走 现在大家学者 也都是清醒了 反省了 神圣性的使用 都会尽量的避免小心 要去界定 不是说基督教的那种神圣 好像上帝这样 神圣 那我们东方的思维 神圣性就在人身上 所以佛教中 我们讲是有佛性 儒家讲的是良知良人 或是人 那这个都要内化 在我们自己人身上 所以我们今天 在佛法的弘扬上 人间佛教的弘扬上 刚才李博士讲得很好 其实就是生者见生 前者见前的问题 种种的活动的失色 好比佛光山讲的四大点 这个很重要 这个制度领导 非佛不做 那违法所依 等等 那这个非佛不做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它就是一个神圣性 就区分世俗跟神圣的标志 如果说佛教徒而言的话 他在从事任何的活动 一切的行为 都是非佛不做 就是依照佛陀所教导的 佛法的这些东西来做的话 作为医子处 我们说我们的医子处 所以我们的是菩萨学处的话 那么作为一个 不管是僧侣 或是在家种 这个所谓的佛教徒 那么这个 如果要套用 我刚才讲西方那种神圣性 它当下就是神圣性 所以我们在汉传国教里面讲 尤其在禅宗里面讲 搬水运财物不是道 这个道就是神圣性 在日常作物当中 这个就是道 搬水运财 那这个就是经济性 在古代来讲 搬水运财的一种经济作物 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用在经济管理来讲的话 你创办企业 企业就是你成佛行菩萨道的平台 一样可以这样去比例去看待 那就是一种所谓的现代性 所以红法事业 它也一定会有商业的行为 但是它不是商业化 商业化是追求利润 以赚钱为目标 所以今天讲的这个 李博士讲的这个南海策略 就是用这种MGO的形式 我们去思考 那MGO我们今天来 来这样做的时候 它已经成功了 成为一个model 包括这个火光山跟这个法山石 那作为一个这样成功的model 一个典范 被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而言的话 那么如何去套用在世俗上的 这种商业的利润追求 其实是可以借尽的 是可以借尽的 那所以这个是包括刚才讲的 那个柔性管理 稍微你们再问我稍微操一下 有问到一个柔性管理 那个自觉管理新的管理 这个的确的 你就可以借用过来 就用过来好比这个新的管理 或是我们所谓的自觉式的管理 本来所有的一切制度 或是法 或是公司所定 各个组织机构所定的这些制度 这些法律 都是人定的 用也是人来用 所以法的善恶 是在于这个人的心 所以善心用恶法 这个法都会成为善法 恶心用善法 这个法都会成为恶法 所以这个其实到最后要回归到 我们后 我叫讲 就很重要 就是那个心 所以这个就是 可能刚才你们所问的 那个什么 柔性的管理 心的管理 自觉的管理 应该是这个意思 所以到最后 我们要强调 佛陀的这个叫法 就是心的管理 那你不管你是CEO 或是你 你是一个企业组等等 你到最后 你还是回归到这个心来看待的 那因为回归到心来看待的时候 当你在经营企业的时候 你那个盈利的 盈利的这一种想法 就不太一样了 对于金钱的观念 就不太一样了 跟一般所谓的profit 只是以追求盈利的 这样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是很大的 好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李博士 这么精彩的演讲 给我们提出了 关于泰国的法神师 还有佛光山 这个台湾佛光山 整个六个主轴的 关于他所选择出来的 这种南海策略 那其实最主要 刚才路同刚才讲很快 我稍微跟各位整理一下 就是好比那个佛学会考 或是佛学联考 这个其他的试验没有做过 刚刚恰恰两个试验有做 那么这个佛学会考 或是所谓的世界佛学联考 这些东西 它这个就很 很能够让我们现实的信众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他获得了一种价值的回报 所以他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南海的一种经营策略 他创新了 所以开启了没有人竞争的市场 而且可以做得很好 使得在信众 透过这样的会考的过程当中 他学习到佛法 所以这个就是神圣性的 这个非佛不做了 所以所有的一切 的一切都在这个 整个的活动当中 整个活动的施舍当中 去呈现出来 所以 还是要回归我刚才讲那一句 生者见生 前者见前 所以佛光山用了50年 刚才李博士所说的 半个世纪的时间 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开创了 16种大转变 这是的确很不容易 那至于这样的 的做法 能够让大陆这里有什么借进 这也是大家一直在关心 从我们一开始和 黄耀教授的讲演 到了黄夏年教授的讲演 这样一路下来 大家都一直在追问这个问题 在大陆的土壤 那大理上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样去用 当然这个 这个在 就我刚才讲那个 如果说像大陆现在的情况 依照我刚才一一泰虚大师的这种 所谓的三大革命走下来的话 佛光山是一一做到了 就是幸运大师 他是完成泰虚提出来三大革命的问题 但是大陆没有这个土壤 那台湾是因为戒严解禁之后 在戒严之前还是很艰苦的 这一段历史什么 已经都有学者在谈在写 好像台湾的肯正宗等等 这些写很多 我们也知道佛光山早期 也是在台湾在 弘扬佛法是很艰习的 后来解禁之后 那么宗教 大家就大开大合 各展神通了 各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出来 那么在新明大师这里 所做到的教产革命 他的确做到 佛光山有自己完整的财团法人系统 他的所有权 使用权 各个方面都达到空前统立的状态 那大陆这个目前 寺院是没办法比 因为即便你看连土地都是 还是有 也不是个人私有的 大陆的土地政策 本来他这个就有一个 不同的一个 时代性 或是一种不同的格局内涵 所以没有办法比 大陆的寺院 他整个寺院 土地也都是政府的 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是现代化制度下 管理佛教的一个 大陆跟台湾很大的区别 那在教理方面 当然比如说在教育台 我刚刚说 心云摩世的人间佛教 这个大家也都谈 如果既然有心云摩世的话 像满意法师所写的那本书 那也有慈激摩世 也有法府摩世 乃至也有大陆的 敬会法师的摩世 或是招不出的摩世 所以有各自的摩世 这些论述 也在产生 所谓当代的人间佛教东西 这些论文也是 连篇雷赌非常多 那所以你要看的是说 如果大陆的情况的话 那么大陆的这样一个 人间佛教的模式 到底要怎么建构 就如同我刚才讲 你那个私材 你已经没办法突破 再来再看教制方面的革命 这方面大陆是提的很少很少 那佛光山已经做了一个 非常严整的一个制度的建设 包括我刚才讲的 集体创作 制度领导 非佛不作 违法所依 这四条 就是他的制度上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全面性的一种 系统性的改革 所以是一个比较 完备的制度体系 所以我们才说 为什么我们会去谈 这一个东西 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会谈 把佛光山当为一个model 来实现 因为经济学上 或是管理学上 本来就是这样 你不管是盈利组织 或是会盈利组织 他一旦是成功的时候 他就是被成为一个model 来作为一个研究对象 我们现在不管是哪一个山口 怎么样 他今天的确是成功 好比刚才李博士所演讲的 就汉传佛教当代来讲的话 规模最大的 汉传佛教 规模最大的应该就是 佛光山 当然南传佛教的 这个法身世太后 这个也是很大 它的规模也的确很大 到信徒300多万 所以两个就做这样一个比较 给大家去了解看到 那所以在这个教制方面 博光山它的确是有这样一个 整个制度的建设 包括刚才说 我听李博士的演讲 法身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制度 非常的完备 那么当然这一方面 因为我现在是在跟 稍微回顾 解答刚才我们观众们的提问 那如果依照这样子来讲的话 大陆上 如果我们就再光谈 大陆这一点的话 那当然大陆现在这一点 还是没有办法 在教制革命方面 大陆目前提到的很少 那最相对的 刚才引用的 李博士引用的 盛凯法师的说法 然后他用一个所谓的成年人 跟一个小孩的比 那个比较 那也是对的 当然小孩要成长 所以大家才会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要让这个小孩 怎么样成长 从小孩青年壮年 等等这样一步走下来 那么到底上 我们要何去何从 这也是大家一直关注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谈这样一个概念 当然有人就提出 如果在大陆的 像我刚才讲到王志远教授 他都要把三大革命 改换成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三大传统 因为台区的这种东西 在大陆目前做不到 我刚才已经提了两个例子 做不到 三个传统 比如说是农产病重的传统 第二个传统就是学术研究 用学术的研究来带动 现在大陆也是比较这样子做 政府官方也比较提倡研究 那第三个传统就是友好往来 大陆内部佛教之间的 佛教界之间要友好往来 来自于集体的去往国外去红船 到国外去 提出这样一个 用三大传统来 来置换三大革命 所以这些都是大家一直在思考 希望能够吐活的 但是也不是一时之间 所以要慢慢来 所以总而言之 就是他三之时可以借尽 我觉得今天李博士的讲演 给我们很大的 尤其是我们大陆的朋友 给予我们大陆的这些 关心的朋友们 很大的启发了 我们看到他今天所提到的 佛光山跟法森寺 尤其我今天提到 原来泰国法森寺 我对佛光山是比较理解 但是法森寺我是不是很理解 听到他的演讲说 才知道原来 那个相似度是这么高 那之所以相似度这么高 所以他可以成功 而且又相似度这么成 这么高的情况 是要两个都成功 当然法森寺有一些 正真的问题 那个刚才稍微带到 那个你们自己去文章找就知道 那那个当然 学者也分三派理论去研究 有偏向政府的 有偏向法森寺的等等 所以那个都很难去评价 好 那么但是他那个事件 这个在李博士的文章里面 是有提到 但是在他的演讲没有提到 其实新闻大师 也有站出来讲话 所以彼此这个 如果我讲的不够深入 待会李博士可以再补充一下 就关于那个政争之后 是那个政府派军队去 去围住那个法森寺 那事后新闻大师也有发表 他自己的看法 也是支援这个兄弟事 法森寺 那李博士是觉得 新闻大师站出了说话 因为新闻大师的身份地位 很崇高 尤其是世界级的宗教士 所以他的说话 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大抵上是这样子 好 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九点多了 我想我做这样子 简短的一点点conclusion吧 再给大家做一点点 综合的一种看法 最后我们想再把时间 再交给李博士看看 有没有什么再给我们交代一下 再提一点 包括刚才在问答欢解方面 你没有没有 有一些东西想要再多做补充的 可以再请你再给我们讲讲 给我们说明一下 谢谢 我是觉得刚才建华教授的 补充跟总结 其实已经非常的到位 就是把我想讲的 没有到位的东西 您都已经表达出来了 所以这个非常感谢陈教授 今天是因为我们这边 这个电脑系统有点问题 所以导致好几次这边的中断 对大家感到很抱歉 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要跟我继续交流 我想可以通过我留的联系方式 跟我后续再保持交流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陈教授 也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感谢我们李博士精彩的讲演 而且我们李博士温文如雅 讲课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如目春风 但虽然网路上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这边要去做检讨 包括我们那个PPT的问题 那我们也感谢我们今天观众的参与 感谢李博士给我们带来 这么精彩的讲演 最后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那我们李博士我们就可以离开了 谢谢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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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5月份的系列讲座完美结束 那接下来呢 6月2日起一系列的艺术人生生命管理 人间佛教管理系列讲座 中心邀请到的是法师们和专业人士一起对话 那第一场是法无定法的管理方法 由法谷山香港道场监院 常展法师和舞蹈家 香港演艺学院荣誉院士 行量院士对谈 6月9日一记一切一切一切记忆 由上海大学音乐学院迪奇安教授和五级乐团团长 琵琶演奏家林赞同女士对谈 6月16日逆境先进 由新呼吸慈善机构创办人 常灵法师和视觉创作人 又一山人先生对谈 6月23日是讲题 建筑无握 由佛光山净土文教基金会 执行长惠之法师和 XS of Spin建筑事务所创办人 陈翠儿女士对谈 讲座常常精彩 大家不要错过 那今晚感谢 与吴嘉博士丰富的分享 谢谢陈教授的总结和观众的参与 讲座就此圆满 多谢大家 祝各位发喜充满 我们6月份再见 再见